想不想知道双翼飞机起飞有多炸裂 给一阵风加油拉杆直接原地深空 直升机看了呆愣惊呼 这是谁的步架 今天就跟着雪龙来看看 这款来自苏联人民的飞机 My 890 如果你觉得稳如老狗的Bloops没座舱 飞起来没啥激情 那890应该能够满足你一顿操作猛如虎的欲望 飞机有分为单座版 双座版 单座原型机翼展5.68米 后续改进版单双座翼展 都加长成8.1米 随着发动机功率加大 最大起飞重量从282公斤胖到540公斤 作为人民的飞机 用途当然不能观光把妹这么肤浅 训练和农业喷洒才是建设西伯利亚的目标 飞机采用于铁钢混合结构 在外包热缩部 是不是以往熟悉的配方 那么飞机性能怎么样 在一台100皮ROTOX912发动机加持下 即便双座版90多米 也可以从草地上蹦起来 飞机巡航速度凑个整 100公里刚好 也许你嘲笑它飞得慢 但什么田耿草地 越野起降才是它的主场 双翼也让它具备绝佳的低速飞行能力 所以用来训练新手最好不过 当然 飞行的乐趣不只是在田地里来回 闲暇时光就可以整几个狠活 飞机过在加5G 负2G 只要不是大过在特技飞行 还是可以轻松应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架飞特技的农用飞机 先俯冲蓄满速度 一个拉杆 别慌 不要松转 有离心力盗飞也算正过大 盗飞完继续进入普通状态 拉平就起 别急 这只是热身 现在一个拉杆在登座会发生的 然后不议也配合操控论转 别慌 还没落地 继续拉锁操纵杆 这时登座改出 把飞机拉屏 是不是看起来眼睛学会了 那么 有价你想不想也试试